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去诊者跟接触者的间隔隔离期间到5天 而原本10天的隔离期 让医护还有航空业面临到严重的缺工问题 所以美国的疾管署才会决定 要做动态的调整 从隔离10天改为5天 不过出现症状的前两天 到出现症状后的后三天 是最容易感染的 自我的防护一样要做好 另外白宫的医疗顾问佛奇也表示 正在认真考虑 要不要把完全接种疫苗 列为美国国内搭击的要求 美国面临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最严重疫情 光是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就超过100万起 德拉瓦州 夏威夷州 麻州 纽泽西州 纽约州和波多黎各 都刷新平均7日的新增确诊记录 你准备吗 叶旦假期后各地检测站还是大排长龙 拜登参加州长疫情会议 强调上任后在疫苗和检测上都大有进展 拜登说要向美国民众展现 政府有准备 他也对与惠州长表示 只要有需要 联邦政府一定尽量支持 疫情和天气影响美国空中交通 从洛杉矶到亚特兰大 从丹佛到纽约 搬机延误取消的情况持续 尽管航空公司早就准备好 因应年底的搭机爆量 但Omicron快速传播 航空公司员工确诊只能取消航班 为了减少疫情影响 美国疾管局将隔离期 从10天缩短为5天 新闻稿指出科学研究显示 新冠肺炎在出现症状前一两天 和出现症状后两三天 最容易传染 因此只要确诊者无症状 只需要隔离5天 和确诊者有接触 建议在第5天进行裁检 如果打过加强针 或者在打完第二剂6个月以内 不需要检疫 有症状立刻隔离 但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或者打完第二剂满6个月 还没打加强针 接触到确诊者 就必须检疫5天 佛奇在接受MSNBC访问时 也表示为了鼓励疫苗接种 认真考虑 搭美国国内线 也必须要完全接种疫苗 TVB新闻尼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而现在Omicron的疫情延烧 可能会让越来越多国家的 跨年活动泡汤了 南韩现在已经批准 辉瑞的新罐口服药 但是防疫限制要延长到新年之后 已经有多场跨年的活动喊咖 而印度方面 从27号开始执行宵禁 美国色谷的大型跨年倒数活动 也确定取消 等于连续两年都停办 接近跨年 南韩首尔街头的欢庆气氛 却比往年还冷清 就是因为疫情实在不容乐观 当局加紧脚步 抢购新冠口服药 食物药物安全署 今天美国华伊札社 发展了 韩国华伊札制作 摄氏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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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克斯罗比德 的急使用 火速批准了 辉瑞新冠口服药的使用 南韩表示 目前已经像两家 有制造口服药的药厂 辉瑞和莫沙东 采购约60万人份的用量 虽然过去24小时内 新增病例数是降到了 4000例以下 是近一个月来的新低 但是重症病患数 有增无减 因此南韩的防疫限制 可能延长到2022年 民众很难安心跨年 而在年底最后一周 疫情恶化的还有印度 到处都能看到民众 没戴口罩 现在因为 奥马克兰病例数增加 首都德里宣布 27号起进行宵禁 欧洲的斯路维尼亚 也颁布跨年限制新规定 这种状态非常艰难 我们的重症 在时尚维尼亚 我们的重症 是增加的重症 人们的重症 不得不够 所有在世外跨年的 大型活动都禁止取办 但是室内聚餐还能放行 日本的跨年重途系 在色谷路口的道数 也确定停办 而且还触定 在色谷站的周边 31号当晚9点以后 就禁止引酒 当局呼吁民众 乖乖再加跨年 TVBS新闻综合播导 再来关注大陆西安的疫情 28号的最新通报 新增了175例确诊 再度创下这一波的疫情高峰 而官方宣布要管控的措施 在升级 原本每户两天 可以派一个人出门采买 现在改成了 除了核酸检测之外 西安所有市民 都得足不出户 西安疫情持续升温 当地政府拍摄将近两分钟的影片 呈现官民一新 并肩对抗疫情的景象 但就在官方宣布 27号起管控升级后 微博瞬间灌入大量民怨 所有的居民除了按照要求 外出参加核酸采样之外 均不出户不聚集 违规上路的将会出以 最高行政居留时日和500元的罚款 西安采取接近武汉的应封城 配套措施还没说清楚 网友反映 现在是真的出不了家门 买不了菜 社区没有提供相应的便民服务 得病死不了人 但没饭吃会死人 还有人痛骂 2021年的今天 竟然需要为吃饭发愁 封控通知写保障物资 实际情况是一片菜叶都没看到 政府公信力何在 西安政府能力一言难尽 除了军队进驻西安 包括河南南洋 湖北武汉 也都宣布支援当地物资 西安28号通报 再新增175例 创下单日确诊人数新高 从9号发现第一例开始 这波疫情已经累计810例确诊 对于确诊数不断飙升 官方这样说 短时间内出现了不少病例 公众没有必要对这些短期的快速上升 过于担心 这个阶段通过核酸检测 发现的病例越多越好 在这波疫情中 西安市已经有超过20名官员被问责 封管后乱象还是层出不穷 陆媒和民众都接连痛骂 防疫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和愤怒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美国的达美航空上周有一架 从西雅图飞到上海浦东机场的班机 多次延误 然后突然取消 后来申士飞了六个多小时 又回头 机上的大陆旅客气炸了 而达美航空表示 是因为浦东机场跟疫情相关的清洁 规定变得严格了 不过大陆的大使馆不买账 炮轰是达美航空自身的管理问题 面对航空公司人员 大陆旅客暴气怒呛 因为他们无奈被迫困在西雅图 塔科马国际机场 达美航空DL2874航班 原计划与美国机部时间 21号晚上飞往中国上海 却在多次延误之后被取消 这架达美航空编号DL287的班机 本来应该在西雅图当地时间 21号晚间10点59分起飞 经过南韩仁川机场 在23号清晨6点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但班机却多次延误 老年转到当地时间22号凌晨 机组人员表示 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 让旅客全部下机 就这样拖了整整一天后 航班才终于起飞 只是飞了6小时 班机却在俄罗斯上空掉头 返回西雅图 旅客们痛批 感觉就像是高空遛狗 而后来达美航空 向160多名大陆乘客的回复 只有全额退还机票钱 在这趟延误的航班上 有着急回国处理家事的人 有即将入职的人 这可让滞留旅客气急败坏 其实达美航空会取消 又折返飞上海的最根本原因 是浦东机场防疫升级 规定更严格 就连华航也取消到下月底 桃园飞浦东的班机 长荣也跟进 只是大陆大使馆不认账 还抗议是达美航空 自己的问题 美国各地飞往中国的机票价格 已出现暴涨 由于不少航空公司 取消飞上海浦东的班机 导致机票暴涨 像舅金山飞往上海浦东的 单程经济舱票价 已经涨到超过16万台币 而且还瞬间被抢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焦点回到国内 要带您看到 受不了裁剪 要戳鼻子 居然打医护 这是台北针对春节7加7 跟10加4的专案 居家检疫其满的民众 还要到大家河滨公园 设置的得来速快筛站 做快筛 所以他搭乘着防疫计程车过来 不用下车就可以筛解 但这位民众觉得被戳鼻子很痛 直接跟医护爆发了肢体冲突 防疫计程车载着乘客 由医护站在车外 手伸进车窗进行裁剪 一辆结束继续接着下一辆 看起来就像在买麦当劳 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 针对春节专案10加4跟7加7 居家检疫其满的民众 新设置得来速筛检站 没想到27号执行第一天就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当时这个医护就是使用棉花棒来裁剪民众的解体 但是这个民众在戳鼻子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不舒服 因此跟医护之间发生冲突 这名负责裁剪的医护一直忍着围躯 换班脱下防护衣之后才进行报案 因此警方抵达时 动手的民众已经不在现场 虽然双方后续都不打算提告 但只因为受不了戳鼻子几秒钟的时间 就失控出手拉扯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因为这批裁剪人员都是卫生局为了减轻现有医护压力 额外进行征交的 认真算起来可以说是自愿的义工性质 冒着可能会接触到病毒的风险 甚至还有民众当下的负面情绪 接下来裁剪站也会加装监视器 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次发生 TVB新闻和家长张日科台北报道 又有连锁的餐厅要涨价了知名的平价 锅贴店四海油楼 表示28号开始要调整部分的品项 像是您常吃的锅贴水饺 每个贵0.5元 小部分的小菜饮品贵5块钱 汤品全面调整5到10元 业者出面接受采访表示 提前从酒黄还有前腿肉 甚至餐盒等原物料 通通都在涨 账幅非常的惊人 苦撑了大半年才决定调涨 郭贴在肩台上排排站 倒入水后接门到手 但不敌原物料上扬 连锁平价餐厅四海游龙 也宣布在12月28号涨价 撑了快一块 快大半年了 大概就是赚打平的 锅贴从5.5元涨到6块钱 每颗水饺从6元涨到6.5块 牛肉汤贵10元 其他汤品也全面涨5元 小菜类皮蛋豆腐 豆干丝杏仁豆浆 鲜草茶则是贵5块 你目前还要涨5块15块 而且这个还没有终极 不会言的说 就是原物料涨幅惊人 除了一个纸餐盒 涨到将近2块钱 像是前腿肉 跟去年同期相比 一公斤也涨20元 酒黄一公斤更是从120元涨到149元 不过四海幽龙也是目前唯一在涨价后愿意接受采访的连锁餐厅 同样涨价的还有盛政猪排 业者表示撑到11月才赶涨 小份腰内肉从290元到300元 中份也贵10块钱 至于其他品项是否会跟进 业者还在考量中 不过为了避免有餐厅趁机哄抬价格 物价联合计查小组已经出动 将进一步调查上游售价 经济部也表示 如果有业者蓄意乱涨 将会取消明年基本工资补贴资格 但听在餐厅业者耳里没再怕 没有在怕政府 政府你来查 你做我们拿什么 政府来我们就拿什么给政府看 只是物价涨幅太快 也冲击消费者信心指数 最新的12月总指数为73.02点 比上个月下降0.31点 虽然台湾经济成长率超过6% 但有加薪的产业大多是科技业营进业 一般家庭点面临疫情冲击 又加上这波物价飞涨 也导致家庭经济指数下降 创下一年半新低 平时您喜欢叫外卖吗 有两单外送平台 公布了今年的大数据统计 发现台湾其实十个县市销售 第一名最多人点的外卖是奶茶 你知道台湾人有多爱喝奶茶吗 光是外送平台统计 他们单一家的奶茶订单量 我们台湾人一年可以喝出超过1000座101 加珍珠还是加芋圆呢 红豆绿豆也是很多人选择 英式伯爵奶茶或台湾午喝奶茶 你可能也喝过 那如果喝奶茶要配咸酥鸡必配什么吃 鸡排 鸡排 再来 薯条 薯条 再来 甜不辣 甜不辣 再来 豆干 外送平台他们有发布一个台湾人爱美食的数据 最多人点是甜不辣 认同吗 认同 炸的比较好吃 两大外送平台他们有做一个统计 就是说台湾人叫外送最爱什么 炸物的话 很多先是选甜不辣 再来就是米血鸡排 可以啊 我都蛮喜欢吃 鱿鱼 然后跟五谷的那个咸酥鸡 还有刺激豆 2021年来啊 台湾人叫咸酥鸡最爱叫甜不辣 你可以认同吗 啊 真的吗 我觉得鱿鱼比较好吃 大家可以吃鱿鱼 看看平台统计数据 全台湾叫外送有十个县市 第一名累计排行榜是奶茶 有四个县市才是咸酥鸡的甜不辣 两个县市最爱米血 或红茶 四季春 脆皮鸡排 锅贴 肉燥饭这些也上榜 另一家外送平台 再换一个角度 试看外送员最喜欢送哪些餐厅 他会出餐其实真的算蛮快的 因为它的料其实都已经是先备好 它是不是比较属于组装型的 出餐快好停车不怕洒出来 外送员都最爱 像Subway就上榜 至于民众最常买的 外送员常送到这一家素食店 麦当劳的餐厅 麦当劳的切食比较多 所以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但像是甜不辣鸡排珍奶这些 还真是国民美食代表 DVS新闻区昆山林瑞台北报导 尼加拉瓜月初跟我国断交之后 现在有进一步的新动作 当初我们以供应价1美元 出售给当地天主教会的大使馆 现在居然被强行的没收 要交给北京 因为当局说 他们奉行一中政策 指出台湾在当地所有的资产 都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而对此外交部是强烈的痛批 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要谴责 尼加拉瓜和北京的作为 是非法侵占不法的遗转 最近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规范 严厉谴责尼加拉瓜 因为月初跟我们断交之后 除了要求我人员在平安夜前夕撤离 现在更要把我大使馆 转移给北京 但问题是12月22日 我封锁一把使馆 以象征性1块美金 出售给尼加拉瓜天主教教会 作为公益用途 过程经律实公正 联同使馆公务车和办公室机器 出售给台商或民间商家 没想到26日尼国总红奥德加 下令没收使馆建筑 警察还强制扣押出售的车辆等等 更打算追溯拘留这些买家 中国共产党他们政权无权 来干涉台湾的涉外的事务 更无权来继承我国的一个国有财产 外交部投批 根本是尼国独裁政权 与对岸联手打压天主教 也喊出会尽力协助诉诸国际社会 并扳出维也纳公约第45条 点明民国政府有义务保护我国的管 设计实管财产与档案 我们在愤怒之余 应该想尽所有有关的法律 以及其他的政治关系的方式来救济 这个管产是我们台湾人民纳税 所换来的 是中华民国的财产 蓝英认为绝不能妥协 至于我方处理方式 是参考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当时的政府委托国民党支持者 柯克伦将双向元大使馆 五官处防射 以20美元象征性出售 给美国联邦参议员主持的 自由中国知友协会 让双向元建筑得以保存 如新尼加拉官因不满 美国制裁与我分手后 一系列动作不留情练 也看得出美中之间的相互叫牌 TVBS新闻程序 刘婷婷台报道 好 欢迎回到Focus5间 今天全球第一线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 福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胜 主任武安 各位观众武安 主任其实今天我们就要来聚焦的是 东亚情势跟两岸台海之间的牵连 我们过去一整年都观察到 中日在海景船还有领土争议上 其实蛮针锋相对的 不过现在是不是有和缓的迹象 因为大陆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日本的防长 岸信夫视讯通话 他们同意了要尽早的来设置海空的联络机制热线 说要加强彼此的沟通 这是一个降低对抗的趋势吗 还有前首相安倍曾经公开说过 台湾有事日本也有事 让大陆抨击 这以台抗中的言论 对比现在两国之间要建置热线 我们台湾应该要如何解读跟因应呢 请教您 当然之前的一个中日关系 因为受到安倍的一连串的一个发言 那确实有出现了一些这个紧张的状况 那这个大陆也把这个日本的驻中大使的垂秀夫 这个叫去这个这个讲了一些话 那不过就是说中日关系基本上 这岸田我想它还是要维持这个双边的关系 这个不要滑坡 换言之就是明年是日中建交50年的一个纪念日 那他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双方的这个建交半个世纪 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够这个不要再这个继续的一个滑坡 那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个整个岸田 我想它的一个重点是要放在日本的一个经济 那它的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新资本主义 那它需要这个中日关系 特别是在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关系上面 能够维持 所以呢他们两边需要降低这个彼此之间 在这样一个海域的一个问题上面 特别是在东海以及南海问题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次的魏凤和跟这个岸信夫他们进行了一个视讯的一个通联 那当然双方我想的对话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如何的这个在对话当中啊 去降低他们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 那避免了他们在东海的这种擦枪走火 所以他们特别提到他们过去已经讨论很久 但是一直还没有这个把它落实下来的海空联络机制 那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明年的一个中日关系里面啊 他们会想办法特别在整个空域的这种这种双方的这种这种战机 如果有遭遇的时候那如何的避免这种误判的一种擦枪走火 那这应该是这个中日他们在管控啊 这个避免这种发生让两国的关系陷入一个不可这个 这个逆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危机 所做的一些这个对话上面的这种这种努力 是所以主任分析明年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了 这个时刻看得出来岸田政府不想要有更多的摩擦 并且要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 不过台湾现在也很需要空间 不管是外交还有经济上 我们想要加入CPTPP 现在呢其实政界传出非常需要日本的支持 那未来台湾开放福岛的食品 是不是在公投过后 整个社会的舆论趋势之下是势在必行吗 想要就您对日本的了解 日本对于这一项开放的态度是如何 可能会如何演变呢主任 当然那个台湾这个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 像这个CPTPP这提出我们要加入 那当然这个再下来 这个我们会跟一些 这CPTPP里面的这些成员会展开这种 预备的这种磋商 那但是在日本这个方面 这个他们这个坚持 就是说如果这个福岛以及周边的这个四个线 他的这种食品的这个蔬菜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那可能这未来会影响到 我们跟日本之间的在有关CPTPP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话 那所以事实上这个CPTPP 如果我们要加入的话 那福岛的问题那是事实上 台湾应该是这个必须要面对了 那只不过是说 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必然性 那我想这个 我们如果说这个在福岛的这个问题上面 做了这个适当的一个调整的话 这当然可以啊 这个让日本人在CPTPP对台湾的一个回应 可能会较为的这个积极 以及这个正向 事实上现在日本他们这个也 也都只有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加入表达欢迎 那但是没有这个 这个用这个支持两个字 那所以基本上这福岛这个问题啊 这个应该是在未来 这个我们跟日本就这样的一个谈判 那这个首先必须要去面对的 那不过这个国人事实上 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就这个问题哪怕是解决了 那基本上这个并不是说 这个岸田文雄内阁 未来会在CPTPP上面 这个就一路的这个为台湾 这个开绿灯 或者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 台湾加入这个CPTPP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支持 那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关键还是 要看台湾在整个这个 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的一个开放 以及我们对这个11个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承诺 能够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满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CPTPP的 高门槛的一个要求 所以这个我们的辅导五线之外 那我想我们的台湾在整个市场开放上面 我们还是要做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努力 是刚刚主任也提到 这个接受辅导的食品进口 可能只是开放谈判的敲门砖 对经济的冲击 我们也要持续的来审慎的评估 不过说到经贸 其实最近通膨非常的厉害 现在也传出日本的民众 似乎也蛮辛苦的 平价的美食连锁冻饭 一间一间陆陆续续涨价了 还传出因为进口马铃薯 没有办法如期到货 连素食龙头都没有办法 卖大份的薯条 只能卖小薯 现在日本民众 是不是也感受到通膨的压力呢 请教您 事实上日本经济在过去的20年来 他们陷入的不是一个通膨 他们是一个通缩 而且如果从目前他们所公布的 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的话 事实上日本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走出通缩的这种阴霾 虽然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个别的这样的一个食品 比方讲像牛洞 或者是说像薯条 因为它的一个食材是要靠进口 因为现在的这样的 受到整个全球的疫情的一个影响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货物的进口成本 事实上是有拉升 而且一些货物的这种攻击 可能也因为传奇不能够接上 而会出现食材中断的这种现象 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观察日本的经济的话 也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输入型的 这种物价的这种上涨 就把它单纯的解释为是日本已经走出了 整个在经济结构上面的这种通缩的一个阴霾 事实上日本的一个通缩 其实归根结底的话 还是他们整个在内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萎缩 那这当然跟日本的他们的一个 整个薪资结构的一个恶化 还有他的一个扫子高龄化 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如果他们在这样的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上面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这种缓解的话 那事实上整个日本 他或许在目前会有这种所谓的 这种输入性的这种物价的一个上涨 那不过整体而言 日本事实上还是现在这个通缩的阴霾里面 好刚刚老师也提到 因为人口老化还有薪资结构的恶化 再加上这一两年疫情导致的边境封锁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个别企业的亏损 像是日本全日空赔了近千亿 甚至要卖飞机求生 而员工也要砍三成的薪水 而日本经济新闻也有报道 日本到2028年 人均的GDP可能会输给台湾以及南韩 老师您如何看这样的趋势呢 那当然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报告 那当然这个报告 事实上也不是要唱衰他们这个日本 我想这个直播是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 那确实日本在这一两年 这个2020到这个今年 那整个受到这个疫情的这样的影响 那经济的数据基本上是不太好看 那他们今年虽然第四季整个经济 似乎是由负转正 但是整年度的这样的经济 可能还是这个摆脱不了负成长 那所以相对这个台湾 那甚至于是南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 日本当然这两年的一个表现是很差的 那所以他们如果单就这两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数据 然后去对比南韩跟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话 那当然这个从数据上去推的话 那是会出现这个2027年他们被南韩超越 然后2028年被我们台湾超越 不过我想这个我们也不能够用这个2020跟2021这两年 这个因为新冠疫情而陷入一个比较异常的这样的一种数据 然后去推估一直到这个2028年为止的这样的一个 台湾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比较 那所以事实上这个日本啊 他目前当然这个明年可能如果疫情受到控制的话 那他的整个这个经济啊 这或许啊这个会游富这个转正 那当然我们台湾在未来可不可以持续的这个去维持 像这两年这样的一个经济整个比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 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国民所的这个差距啊 是不是能够啊这个逐渐的一个拉近 甚至于是超越 而从消费习惯来看日本年轻人常常被认为好像物欲很低 不怎么买东西 不过有一份调查其实蛮惊人的 居然有超过三成的日本年轻人都是有房一族 而现在呢日本的房地产也是在疫情之下意外的火热 有非常多的外资涌入 不过呢房市的推升对日本整体经济来说有什么隐忧吗 继续请教老师 事实上这个日本的房地产 因为在这个90年代之后他们整个泡沫经济破掉之后 整个房地产是暴跌 那他们这个最严重的时候 事实上日本的这个房产 他们跟这个最高点比较的话 大概跌了这个76%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所以他们这一代的日本的年轻人 他们应该看到上一代 他们这样的一个在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血本无归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一个资产 这个是抱持一个比较这个慎重的这种态度 再加上现在年轻人事实上 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积极的状况 可能也跟这个战后这个世代这个比较的话 有这个相当的这种差距 那虽然刚刚我们看到这数据基本上 这个还是有这个大概三成左右的年轻人 那愿意这个去这个这买房 也拥有这样的自己的一个住房 那不过这个整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 这种年龄层这比较的话 那基本上日本年轻人 他的一个这种买房的这样的一种欲望 或是买房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还是这个偏低的 那当然这几年这个因为啊 这个日本他的一个这种货币宽松 再加上日本长期的是这个在这个利率上面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所以啊这个因为低利 以及这样的一个宽松货币 那造成就是说在最近呢 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房地产 似乎有回春的这种迹象 再加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国的一个买家 特别是这个华人呢 喜欢这个买房子 那中国大陆基本上这个很多啊 这个到了这个日本做这个上比较这个东京 或者是一些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房价 这跟中国大陆大城市比较起来 事实上一点都不贵 所以他们这个有很多的人啊 也到日本去制产 当然包括台湾也有 那所以这个会造成呢 就是说整个现在看起来 那整个这个东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房地产市场 似乎是有回温的这种迹象 不过未来 我想这个整个日本的一个房产啊 是不是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 那这当然这还是要看的 这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日本的一个经济 能够不能够在整个疫情之后啊 这个回归到这样的一种 这个这种正常的一种这个状态 再加上这个岸田文雄 他抛出的这种新资本主义 是不是真的能够啊 这个在在整个这个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果实上面 做一个更公平合理的一个分配 然后来调动整个日本 特别是年轻人他买房的 这样的一种这种能力 以及他买房的这种意愿 那我想这样才能够把这个 整个日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房产的一个市场 导向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构 是好我们谢谢老师的分享 目前东京的房市火热 可能是外资看准了货币政策的宽松 而涌入的热切 不过同时呢 要让日本的年轻人买的起房 解决通缩 整体产业的提升 也是日本政府接下来 要努力的关键了 我们谢谢老师 加入今天的全球第一线 好 至于大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时间已经接近年底了 您发年终了吗 西班牙有一间汽车的租赁企业 特别举办了一场 人人都有奖的乐透活动 即使只来两天的新人 也可以领到快台币一万块的奖金 老板说他花了三个月筹备这场惊喜 就是为了感谢员工一年来的奉切 一大群人顶着寒风茫然站在空旷的体育场中 但主持人接下来讲的话 让他们瞬间热血沸腾 而不少人陆续发现手中彩卷重大奖后 不是兴奋尖叫 就是洗吉尔气拥抱 原来这是一场公司内部大乐透 台上主持人正是老板本人 而且这场乐透人人有奖 因为这是这间西班牙汽车租赁公司 为了感谢员工这一年的奉献 特别办了耶诞红包大放送活动 奖金多挂按照资历分发 就算只来两天的新人 也有快一万台币可拿 而待了超过15年的老鸟 获得将近32万台币奖金 老板最后是提供共计100万欧元 相当台币3186万奖金 给450名员工 这场耶诞惊喜抽奖活动 也成为全球疫情中最令人羡慕的暖心企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很多观光客到南韩 都会去欣赏的乱打秀 是招牌的表演 不过乱打秀也曾经来台湾巡回过 但现在疫情爆发一两年 他们已经暂停演出长达21个月 终于在年底前开张了 很多演员在停业期间 只能靠着打工兼差 送怪地 支撑生活 现在终于可以回到舞台 感动落泪 位于南韩首尔民动的乱打秀专用剧场 时隔21个月重新开展 随着演出时间逼近 前来购票的民众落意不绝 观众席上充满了兴奋期待的声音 칼과 도마로 全世界을 사로잡은 난타가 돌아왔습니다 1997년 초연 이래 코로나19로 가장 긴 휴식길을 거쳤지만 명성엔 변함이 없습니다 한국에서 가장 긴 휴식길을 보냈습니다 처음에 두 번 봤었고요 이번에는 세 번째 봤어요 볼 때마다 언제나 새로웠거든요 이번에도 재미있게 잘 보고 갈 것 같습니다 날아다쇼演出 24년间 打动了 1500만 명观众的心 堪称南韓最具代表性的表演秀 撐过停演近2年的黑暗期 好不容易回归 由于上新冠病毒編疫株 Omicron擴散 过去在观众席 7成以上的外国游客入境困难 如何吸引南韓国内观众 成为新课题 10대 20대는 난탈을 잘 모를 수 있죠 알긴 하지만 도전 안은 관객들도 이 전 100석을 우리 한국 사람으로 채울 수 있는 그런 마켓팅을 이 수취생乱打秀的 导演宋承환 在南韓表演界 是教父级人物 2014年 他接受TVBS独家专访 分享如何打造 没有台词 结合喜剧 音乐和舞蹈的表演秀 将南韓表演文化 输出海外 한국은 오래전부터 작은 나라이기 때문에 어떻게 해외 진출을 해야 난탈을 만들게 된 거는 언어에 상관없이 외국인들한테 감동을 줄 수 있는 그런 공연을 만들어서 乱打秀重新回归舞台 等待已久的观众 终于能一保眼福 超级靠乱打秀 表演为深的演员们 更是比谁都还要激动 新冠疫情下 停演近两年 大部分演员 必须靠打工兼差尾声 생활은 유지해야 되니까 다들 택배 물센타 주로 그런 쪽으로 일을 했던 거 없고 정체성의 혼란 우리 직업이 배우인데 다른 곳에서 배우한다는 제가 좀 괴로워 尽管21个月 没登台 演员们的身体 就像没有休息过 一上台 自动恢复记忆 여기 있는 배우 기타 10년 이상이 됐기 때문에 난다 피가 흘러고 있어서 다시 하는 데는 없지 않습니다 신冠疫情 롱罩全球 乱打秀 出不了国巡演 外国观光客 能进来的也不多 重新开演后 将根据年末售票情形 缺定明年的演出 日程 演员们也只能 走一步算一步 TBS新闻 综合报道 全球受到供应链失衡 还有人力短缺的冲击 尤其是世界工厂 中国大陆 现在有很多业者 积极投入自动化转型 像是小米就发下好语 要在2023年 打造能够生产 1000只手机的智慧工厂 成为全自动化的 关灯工厂 整间工厂 除了机械设备 发出的灯光四周一片漆黑 并不是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因为这里是一座关灯工厂 所谓关灯工厂 顾名思义就是把灯关了 这个工厂依然能够运作 其实形容的是高度的自动化 高度的一个智能化 工厂24小时营运 制造智慧手机 但不再需要一起 爆肝加班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每分钟就有 60只手机诞生 比起以往的作业方式 要快上60% 可以做到在24小时 无人干预的情况下 完成连长百万台超高端 旗舰手机的这样的一家工厂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新技术 新工艺 和突破性云元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 但这样的制造速度 小米还不满足 准备再扩大智慧工厂的规模 撞着新机刚过来的东西 为什么到现在就撞 现场你们负责 对不对 我认为它目前是时间不了 一个自动化的 也反复测试的 不过你们觉得有问题 什么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让这些工程师忍不住动气的 就是这台自动化的检测设备 目前小米手机 200多个制造程序 75%可以利用机器代劳 但主机版的检测工作 因为内容复杂 通常需要人力参与 现在为了增加生产效能 也打算给机器人处理 工程师挖空心思 努力解决问题 因此这一切都还在实验当中 小米的目标是在2023年之前 打造一年能生产上千万只手机的 超级智慧工厂 现在我们规划的是年产一百万台 那我们到未来的话 就是年产要一千万台 就翻十倍的这种需求 一个很小的不良 然后你在一百万台的底边 那个量级 给你做一千万台的量级 会被放大十倍 甚至不止 对然后你这个带来的这种损失 也是不一样的完全 生产线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出错 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不只要求顺畅快速 还要能制作各式各样的小米产品 适应不同的规格才算合格的智慧工厂 就算是热销的三级产业 面对原物料价格高涨 还有人力成本的增加 也不得不大规模调整机械化制造 做出转变 工厂的自动化转型 也带动中国大陆工业机器人产业 2021年1到7月 工业机器人生产量超过20万 同比增长64.6%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其实主要是聚焦在3C以及汽车的组装领域 其实更多的像纺织 鞋帽 食品 药品 化妆品 大规模的这个新增的市场 它也需要大量的机器人 中国大陆喊出中国制造2025的口号 针对相关研发投入大量补贴 已经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2020年的市场占比达到44% 销量也增加了19% 预计今年中国大陆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839亿人民币 继续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冠军宝座 CVN新闻综合报道 您的小朋友有异味性皮肤炎吗 临床上其实可以使用生物制剂 或者是小分子药物 针对小朋友来治疗 这新一代的药物治疗 其实好过于传统的肋骨蠢治疗 说到了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它的成因就是皮肤的结构不完整 而再来就是环境的过敏源 诱发了免疫反应过度激活 而像这位今年17岁的梁同学 他在5岁时就确诊为异味性皮肤炎 而经常这个疾病让他的皮肤经常搔痒难耐 甚至还曾经抓破皮 这看起来都抓得蛮厉害的 或是后面就这种片都是 头上也有嘛对不对 就是后面这边的地方OKOKOK 所以你平常有在吃药吗 擦药你有没有擦乳液 有啊 乳液就是洗完澡都要擦饭 对 还是很干 对 这个很重要 今年17岁梁同学回想起12年前 全身皮肤发痒 根本无法好好入眠 就一诊断后是异味性皮肤炎 经常身上常出现红疹 及抓过后留下的痕迹 另外颈向走窝 吸窝处的皮肤摸起来很粗糙 就连身体任何一处的皮肤 也因为异味性皮肤炎的状况 搔痒难耐 皮疹急性发作时 身上会出现丘疹及脱卸形成红斑 长期搔抓后可能会导致皮肤增厚 并有常不自觉抓到皮魄血流 若此时细菌感染到骚抓的伤口 有可能会流汤流水 出现焦糖色的结痂 导致蜂窝性组织炎 基本上我想很多的家长担心的就是肋骨唇 所以台湾有很大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做过研究 台湾是全世界肋骨唇害怕的前三名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从小差肋骨唇 差到大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近年来其实有非常多的新的生物制剂 或小分子这样的开发 针对小孩子来说 我们用这样子新的一代的药物来治疗 让家长相对于放心 治疗效果又成效又非常的好 好过于传统的肋骨唇治疗的方式 异味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皮肤疾病 主要是和机遗传和环境因子都有关系 而台湾的盛行率大约5%到7% 而异味性皮肤炎的病友中 有50%至80%和并有异味性体质 而除了皮肤的症状之外 还可能伴随出现一型免疫球蛋白升高 过敏性鼻炎或气喘 如果长期的异味性皮肤炎没有控制好 那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因为慢性骚抓 所以甚至会睡得非常不好 失眠啦 那小朋友可能会是有一些焦虑啊忧郁 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除了遵照医师的指示用药定期回诊之外 有一些平常要注意的 护理皮肤的事项 那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冬天到了 大家都喜欢洗热水澡 但是异味性皮肤炎患者 不建议洗太热的热水 洗澡时间也不宜过长 因为太热的热水会带走身体过多的油脂 美国研究显示 5%5岁以下的孩童 以及4%的年轻人及成年人 会有食物过敏的情形 而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有食物过敏的比例 比一般人还要高 异味性皮肤炎虽然不是遗传性疾病 你也不知道谁会发生 就算你没有家族史 你有可能发生 在很轻微的时候 我们就警觉到要擦保湿 然后尽早就医 去看皮肤科医师 去诊断你的疾病 常见的容易引起敏感的食物 包括牛奶 花生 蛋 大豆 小麦 费类等 异味性皮肤炎病有在饮食上 应充分与医师沟通 保持规律的作息 充足睡眠和愉悦的心情 缓解疾病或舒服的症状 避免病情恶化 TVBS新闻 陈又翔 徐国恒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美国德州一名青少年 她的妹妹天生无法说话 她开发了一款APP 用简单按压的方式 帮助妹妹发声 说出自己的想法 说话的是17岁德州青少年 阿测新开发的APP 她能帮人发声 尤其是她无法说话的妹妹 戴拉 14岁的戴拉 罹患罕见的遗传疾病 一出生就无法说话 这让阿测决定要开发这款发声APP 刚开始她按着妹妹常用的字 设计界面 当妹妹第一次按出简单字句时 对家人而言意义重大 像是父亲以往出门都不会多问 妹妹想吃什么 想做什么 现在都能更了解她当下的想法 这款发声APP 除了免费工下载外 她还将程式码放到开放空间 希望吸引更厉害的开发人员 将APP升级 让更多聋哑人士 能够找回自己的声音 TVBS新闻最后报道